是啊 说等一下 我们今天来要说的还是动物 来说一说长江白群 前一段时间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透露说 长江白群可能已经灭绝 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曾经关注过这个消息 是 这个长江白群 是咱们中国特有的物种 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它长成这样 大伙看 这次灭绝算得上是彻底 连人工养殖的个体 也没有存留下来 所以说动物保护真的刻不容缓 近几年我国特有的动物的生存问题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比如中华穿山甲被偷猎走私 食用到宾威 这事咱们在节目里边 也报道了过很多次 那还有绿孔雀 最后的栖息地 也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 东方白贯 也因为湿地锐碱和偷猎 全球只剩下三千多只等等等等 对 而其实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这个问题同样严重 我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 在2018年地球生命报告当中 全球野生动物数量 正在过去44年当中下降了60%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套用在人类身上 就相当于北美 南美 非洲 欧洲 中国以及大洋洲的人口 一起消失了 而数量锐减的同时 动物们的寿命也在不断地下降 其中拉丁美洲跟加勒比热带地区的 动物寿命是减幅最大的 自1970年以来减少了89% 青蛙 河鱼等淡水物种的寿命 则减少了83% 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个说法 更是惊人说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代 即将到来 是不是危言耸听 还得需要科学家们的科学论证 而纵观我们居住的地球 已经发生过五次物种灭绝了 五次都是源于自然灾害 有科学家认为 如果真的有第六次 很可能是人为所导致的 咱们还是来看一组数据 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 比没有人为因素之前 快了一千倍 到2050年地球上 不受人类影响的土地比例 将会由目前的四分之一 跌至十分之一 人类似乎正在 越来越多地主宰自然 是啊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感 已经差不多达到了顶峰 可是人类真的能够主宰自然吗 是啊 是啊